好 这个灾情呢 到底有谁关心呢 开米台风水淹到高雄非常严重 民进党立委黄杰没有能够及时的勘灾 被人发现说人不在国内遭到舆论踏罚 现在又被质疑说买越南账号 习版反串 对此黄杰不斥遭到恶意的栽赃 也强调自己不会花钱买网军 不要再消费灾难来抹黑高雄 前几天有大量的网军到我的脸书 习版留言攻击我 但是到了昨天突然涌现一批非常诡异的越南账号 开始洗版说黄杰黄杰我爱你 接着就有人到PTT开始抹黑我 说我买网军 这种自导自演作贼喊作贼的方式 其实是非常老派而且过气的操作手法 目的就是要把支持我的高雄人的声音 都打成是假人假账号 我要在此严正的澄清 大家投入救灾都来不及了 我是不可能也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请有心人士不要再恶意的栽赃 也不要再消费灾难以及抹黑高雄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赶快重建家园 来协助灾后修复的工作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事 好谁在抹黑谁在带风向谁在瞎扯呢 来看看海底台风早知了高雄担任的降雨量高达1400毫米 没有想到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在节目上脱口说出1400毫米的雨量就是14公尺 实际上1400毫米是1.4公尺 立委王后微直言说高雄是经历了大海啸吗 王毅川身为台大的土木博士到底怎么念出来的 立委李恩秀也是痛批王毅川根本就是膝盖反射来做评论 王毅川在这个政论节目说这样的话 大家都非常非常惊讶 就是14公尺差不多四层楼的一个高度 所以很多人说难道高雄是经历了大海啸吗 这1400毫米突然变成14公尺 不晓得他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质疑 因为王毅川不是台大土木系博士吗 其实他这个土木系博士到底是怎么念出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要帮高雄去辩解说 因为这个雨量非常大 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淹水 我想他的本意是如此 但是1400毫米变成是14公尺 这也实在太扯了吧 我过去就在讲就说 王毅川 于北成 还有沈柏阳是民进党的三宝 那我想那王毅川现在呢 果然那个荣登三宝之首啊 实在是当时无愧了 作为政策会执行长以及土木工程博士 王毅川却一天到晚失言放火 从帮韩国瑜酒册到胡扯中国大陆高铁市 没有靠背 手机讯号监控民众到现在居然可以 把降临1400毫米 说成是14公尺 这种连我们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 这等很让人担心民进党的政策品质 从赖金德说 淹水只有30公分 于北成说 乌克兰地面泊河长12万公里 到王毅川称 茂林降与14公尺 反映出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其实都已经沦为网红化 谈政策只想哗众取宠 膝盖式的反应拿来当作评论 无脑攻击当辩论 台北台风对于台湾造成重大灾情 南部地区严重淹水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接获行政院致电 随后设计了五部抽水机来协助救灾 但是民进党部分人士却批说 卢市长作秀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认为说 面对灾情时候 台北跟台中是积极地伸出援手帮忙 但民进党却只会酸言酸语 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骂一下国民党 就是因为绿营执政县市 拿不出对策 面子挂不住 所以才能够用这样的 炒作政治斗争的方式 来转移焦点 现在连台中台北 甚至其他县市 都在帮忙你的时候 民进党的人还要出来 这个吃豆腐 然后刻意酸 我真的搞不懂 这是什么逻辑 高雄是我的家乡 台北是我服务的地方 看到台北去帮忙高雄 看到台中主动去帮忙高雄 你难道不要吗 只有一个逻辑 为什么他们不要 为什么还要刻意出来讲说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简单啊 因为他们不敢承认自己做不好 还要别人帮忙嘛 所以为什么当台中 讲出来说 我有掉收水去去的时候 马上要出来讲 这是美丽的误会 其实事实上 我讲白一点 不用说什么 是两个讲法什么等等的 今天行政院就是有来 要台中帮忙嘛 那你行政院 在那边说什么 那又不认 对 他不认 然后又硬要说什么 这是美丽的误会 就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你自己也做不好 然后让别人知道 这是台中帮忙 这是台北来帮忙的时候 我脸挂不住嘛 我怎么跟我的支持者交代呢 你看这个淹水不好意思 是我这个执政的县市首长 嗨的 然后呢你水退了 不好意思喔 是这个蓝营的县市首长帮忙的 你觉得这种论述讲出去 他们挂得住脸嘛 但挂不住嘛 所以他才要去扯说什么 这是美丽的误会 真的大家都不希望去做政治操作 政治斗争 但是现在在做政治斗争的就是他们 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王丁宇 包含连黄杰都是一样 自己做错事 自己没有做好事情 却要拉别人出来讲 拉别人出来斗争 开明台风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 高雄地区的情况尤其严重 淹水淹了好几天都没有解决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认为说 这次高雄水灾严重到市长陈其迈 只能够消极的呼吁说市民朋友不要外出 这代表陈市长已经拿不出任何的应对方式 重点不是淹水嘛 重点是那个水灾持续多久 那已经严重到陈其迈第二天 你记不记得他讲什么话 呼吁市民不要外出 对不对 因为他实在是没招了嘛 所以就是市民你不要外出啦 不然你的车如果坏在外面 我也没有办法救你 不就这意思吗 那到了第三天 不得不再宣布放假 表示市民还是不能外出啊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去怪你说 你这里有淹水啊 我们是在怪你第二天 第三天都还在淹 对 你的问题是在这里啊 然后人家到了第二天要去救你 然后你不去反省你自己问题 为什么没救 还去扯那个卢秀苑在那边 为自己宣传 这简直已经莫名其妙了啦 纳利水灾也只淹一天啊 对不对 第一天大家就知道抽水机忘了开嘛 那捷运都淹掉了嘛 可是第二天人家就做处理了嘛 那你这个是没办法处理 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所以不要再跟人家比 有没有淹水 是比说为什么你到第三天 还处理不完 你应该要这样谈问题啦 台北台风造成了台铁巴掌溪 桥路的桥路基石流失 甚至是台铁轨下方全部都掏空了 一眼看过去 只剩下铁轨悬在半空当中 也造成了台铁嘉义南清 到台南后壁没有办法通行 而现在交通部长现场视察之后 力拼8月2号先恢复单线的双响通车 而可以看到大水冲刷 路基长度是30公尺 缓度是20公尺 高达7公尺 整段的铁轨就悬在半空当中 目前预计填补总计是3000立方公尺 这会因为巴掌溪是一流 掏空了台铁路线双向路基 不能够完成通行前 会安排80辆游览车来做接驳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